随着天气逐渐炎热 张亚村遭遇疑患的情况也变得更加严重 一来到张亚村随处都能看见蚂蚁攀爬的景象 不仅爬满了农作物跟入侵住家环境 让民众相当困扰 现在这个大只的蚂蚁 危害我们乡下实在太严重了 这狗猴电灰山滴滴走 水公滴滴走 走到失来都是狗猴 我们家里的狗猴子 猴子自己要吃的蚂蚁滴滴滴滴滴滴滴 虽然它不会造成农作物怎么样 但是有人就是会怕 还在採摄的时候那种感觉 那这个不知道要怎么防治 因为也是都在我们家的四周围 也不能用什么农药什么脊药 影响自己住家居住的人的身体健康 遗患对于张亚村的影响 除了降低生活品质外 更对人体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所以地方居民也希望政府单位 能够协助消除乙患 让他们安心生活 会被一家里面 你如果没注意了会被割到 这是会的 还有汤汇在家里面 它也会煮草 如果如果没注意 在水果里 我们没注意看 吃到的时候会败 它那个乙酸啊 如果咬到人的话 也是会造成皮肤的红肿 有时候小孩子 小孩子 我们小孩不知道 要去跟他玩 看着那儿在驾 感觉好玩 要去跟他玩 有时候小孩也会去 咬到手都 看到蚂蚁对于张亚村生活环境 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先元芋芋方也是认为 急需来做防治 所以也请县府农业处能够到场 来做勘察 请县府来做出防治规划 洞顶这边 张亚村这边 气候比较炎热 那个黑蚂蚁 亮很多 都从电线杆 爬到屋里面去 所以造成有的机器 电标 爬进去 把整个的破坏掉 连那个咬到皮肤的话 都会发炎 都要送医 所以非常严重 我是希望说能够 我们农业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场洞顶这边 来关心一下 议长和尚丰也相当关心 张亚村遭遇患的问题 所以呼吁政府相关单位 要积极协助 研拟防治办法 盼有效消除遇患 维护民众生活品质 记者卢宇凯 入股采访报道